范冰冰晒短卷发糟队,一家三口承包娱乐圈,孩子都该考大学了。 文北方!如果要评一下娱乐圈的曝光率,范冰冰不是第一,起码也是处于前三的。 总在娱乐圈内弄出让大家关心与围观的事情,动辄上热搜,这与范冰冰的热搜体制有关。 但不管怎么说,范冰冰以及其背后的团队,肯定是功不可没。范冰冰。 毕竟,如今的娱乐圈,要想露脸,想上热搜,还是要花一些功夫的,不是想上就能上的。 操作也需要技巧。 但公认的实情是,娱乐明星,还是要靠作品说话,操作博得关注,只是一时,不可能一世。 所以很多明星吵着吵着就糊了,然后网友集体反感。 这一点,范冰冰还是相对比较幸运的。 范冰冰。 范冰冰。 近日,范冰冰在微博晒出三张照片,称是拍摄手机2的新发型。 手机2003年上映,一晃15年了,在参严手机2,范冰冰会不会被吐槽? 从表象上看,范冰如今脸上确实是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 比如对极星发型,有网友就夸道,颜值高,果然是什么发型都能驾驭。 范冰冰微博截图。 但对此,娱乐圈记检委书记宋祖德却没了好气。 5月25日下午,宋祖德发微博队道,范冰冰的新端卷发,好看个屁。 范冰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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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祖德诚,一家三口承包了半个娱乐圈吗? 每天就是范冰冰里沉饭成城戏最多,也不管别人厌不厌倦。 范冰冰37岁了,李某40岁了,家里从来不买日历吗? 不记得自己年纪吗? 做点跟年纪相配的事情吗? 四川、安徽、河南农村的37岁女人,孩子都要考大学了。 宋祖德微博。 宋祖德对明星,无所不对,但对范冰冰一家还算客气。 特别是对范城城,多次表示范城城闭火,必将超越王俊凯等。 这次忽然发飙,肯对范冰冰,是纯蹭热度吗?